Hello,大家好,我是花生,我是一名药剂师 怀孕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共有9个月或者是40周或者是280天 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症状 比如说第一个阶段,也就是首三个月 妈妈们的孕吐的次数会比较频繁 也比较没有食欲去吃东西 这就意味着胎儿可能得不到足够的营养 妈妈们所需要的营养数在每个阶段也会有所不同 今天我会和大家分享 怀孕的每个阶段所需要的营养到底有什么不同 家里有怀孕的妈妈一定要看完这一支影片 首先第一个阶段,也就是首三个月 宝宝的神经系统才开始慢慢的发展 这个时候妈妈一定要吃叶酸来帮助胎儿的神经发展 有很多研究都表明 如果妈妈在第一个阶段摄取不够叶酸 可能会导致胎儿有神经方面的缺陷 现在有很多药剂所都有卖着叶酸 一天一粒就够了 食物方面的话可以多摄取生绿色蔬菜 五股根筋类,它们的叶酸也很多 叶酸不只是在第一个阶段需要补充 其实我们会鼓励三个阶段都要补充叶酸 怀孕的第一个阶段常见的症状就是孕吐 我们会鼓励妈妈们多摄取维生素B6 咖啡因和茶碱会抑制营养素的吸收 咖啡因和茶碱会抑制叶酸的吸收 叶酸是要给宝宝的 如果你喝了咖啡或茶 这些营养素就给不到宝宝了 所以如果你可以戒咖啡或戒茶是最好的 如果真的不能戒就尽量少喝 一天最多一杯咖啡或茶 在第二个阶段宝宝的脑部 牙齿和骨骼都开始在发展 这个时候妈妈可能需要补充DHA 来帮助宝宝的眼睛和脑部发展 DHA可以从Omega-3游游摄取 孕妇的Omega-3摄取量和一般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一定要咨询你的医师 或者是药剂师或者是营养师 妈妈们在第二个阶段也应该要补充钙 一天需要补充1000毫克的钙 来帮助胎儿的牙齿和骨骼的发展 第二阶段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便秘 妈妈们应该多补充足够的水分和纤维 除此之外 妈妈们也可以摄取一些益生菌来解决便秘的问题 如果还是醒不通 我们可以到药剂所购买Latulose 来软化粪便解决便秘的问题 第三阶段其实和第二阶段差不多一样 无论是DHA 钙 液酸 维生素C 维生素B 这类的营养素都是需要的 在这三个阶段当中 如果血红蛋白 也就是HB Hemoglobin 少过10亿的话就算是贫血 这个时候妈妈们就需要补充铁字 所有营养素和维生素对人体都是好的 但是千万别过量 孕妇要担心的一个维生素 那就是维生素A 这个维生素A可能会对宝宝不好 尤其是动物的内脏 孕妇最好不要吃 还有就是牛奶蛋黄和保健品中的这个维生素A 也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如果量太过高可能就不太适合孕妇了 过量摄取维生素A可能会导致胎儿畸形 希望这个影片能帮助所有的妈妈们对营养素的一些认知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记得点赞和分享出去 最重要的就是要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